赤资了6619万元 新建的苗栗头分室六合飞龄幼儿园 会在六合国小内 占地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公尺 一共可以招收六班180位学子 建物特别以色彩活泼的弧形设计 形塑由于初听的概念 期望学子资宜悠游快乐学习 随着头分室人口急速成长 苗栗县政府为了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积极推动公共托育政策 而紧邻上顺商圈位于六合国小内 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公尺的六合飞龄幼儿园 日前顺利完工 上午举办落成剪彩及街牌典礼 只要2500块 一个月2500块就可以读书 让年轻的爸爸妈妈 勇于面对自己好好的生小孩 然后我们政府从0岁到2岁 有托婴计划 然后三岁到六岁又有飞银利及公立的幼儿园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年轻的爸爸妈妈好好的去上班 然后小孩子政府来帮你们养跟带 就能够传送接待 我想这个部分是可以高度的肯定 六合飞银利幼儿园共两层楼 可招收六班180位学生 整体建筑以活泼色彩的弧形设计 呈现流线型样貌 传递穿流异象的同时 也借由由于初听的概念 呼引幼儿天马行空自由思考 达到自意悠悠快乐学习的教育目标 我觉得客家的幼儿教材跟童谣教材 似乎大家都已经没有 也没有标准化 也没有 我觉得客家文化不是说 讲客家话 唱一些大家听不懂的客家老歌 就算了 我觉得这不是 应该更有新进的 更有现代化的意义在进来 二一 请接牌 来掌声鼓励鼓励 六合非营利幼儿园 赤资6619万元经费 所打造的六合非营利幼儿园 由明星学校财团法人设立的 明星科技大学经营 服务时段从早上7点半至下午5点 且提供客后延拖至7点的服务 让家长安心送托 放心工作